大家好,那大家叫我亮哥好 那今天就是來講這個就用R分析genomics的資料 那剛剛那個嘉惠有講過這可能是儀器別 所以今天有點算是比較基礎的東西 那比較基礎就是這我怕會有點無聊 所以如果大家等一下有問題的話就可以跟我講 可是這東西蠻重要的 因為這之後假如說你要做一些定序分析或什麼 基本上所有東西都是架構在今天的內容上面 那現在簡單介紹一下Geno是什麼 Geno基本上就是生命的source code 就跟大家寫程式一樣 就是生命在寫自己程式的時候就是會看很多French 然後它就是每一代可能都有變化 那反正就是感謝前人的Gun 然後很多人的這個研究 那我們現在對它大概有些了解 那一方面也是因為這個定序一些技術的進步 那譬如說我們現在就很容易就可以得到一整個人的定序 因為以前是要花非常多錢非常多時間才做得到 那透過這些東西然後再結合 就譬如說我們做一些Poutine啊或是一些實驗 那我們就可以了解到說 這個Geno就是我們的染色體上面哪些段就是它可能有什麼樣的function啊 那譬如說它突變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那我們就會知道一些這些資訊 那為了把這些資訊呢就是收益起來這些資訊都非常成貴 那所以我們都需要一個像這個Geno Browser的工具 然後幫我們來瀏覽這些資訊 那因為這些譬如說像Gene啊 它可能都是做過在譬如說Cormosome哪個位置 或是說突變 突變也是就是Cormosome哪個位置 所以其實很多的資訊都可以把它放在這個 用這個藍色體的坐標來表示 所以Geno Browser上你打開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有就是非常多藍的這個Armitation 那要介紹一下 那像這樣的話這個就是一個Geno Browser 那這邊好像網路有點不是很好 所以大家可以 不過譬如說你就可以打就是你自己有興趣的G 或者是飲料首頁的時候它 它其實就會跟你講 它沒有跟你講嗎 它有推薦 它就有推薦你 叫你隨便點一個對不對 那就可以點一個 像這個Procar2就感覺蠻有名的 然後你就可以點進去看 那這個就是 你可以看到這個Gene它就有一些資料啊什麼 然後底下這邊 可能你看到就是相關的科系才比較懂 反正 反正就點一點點一點就很好玩 所以譬如說它就會有一些Gene區 譬如說像這個人的跟Chimpanzi 或是跟Godzilla他們的 就是同一個是Procar2這個Gene 他們在這個序列上組成有沒有不一樣 那我們知道這個演化是其實會慢慢發生 所以譬如說像人可能跟這個 跟鼠類可能就會間隔比較遠 所以看到他們在這個 如果你用數據分群的話就會越來越少了 那現在其實Geno Browser提供非常多功能 那回到就是這個Gene它的位置 你看它Gene在Comus 13 然後它是多少 3200萬 3200萬到3300萬附近這個地方 那你看到這邊就有這個Procar2的這個序列 那現在市面上最常見有就是UCSC跟Insample這樣 那UCSC它這邊看起來就比較間接一點 這就是UCSC的Geno Browser 所以一樣你可以譬如說 所以你就可以打Procar2 那一樣它就可以代引到這個Gene的位置 那底下這邊就有很多不同的Column 它就有一些不同的訊息 那你一樣可以就是到處換一方 那大家不要覺得只有這些 底下這些全部都是可以開的 就有機器就可以點進來 例如說你不知道這1000G是什麼意思 那你就可以點進來看 那點進來看 它發現原來這是萬兆生Geno Project的這個Rec 那底下就跟你講說 它這個Notation是怎麼樣算出來的 所以Geno Browser其實提供了非常多資訊 可以讓你整合 那它的確是蠻重要 因為你自己在做一些分析 你有時候就要把你自己找到的東西 就是例如說 看似在這個染色體上的什麼位置 或者是你想看一下你找到的東西 這個前後在人體上面有什麼樣的Veture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Geno Browser來看 應該看起來很多人不是相關科系背景 所以我要稍微講一下 像這樣就是一個 這個就是藍色體 像這樣就是一條Transcript 我不知道中文有什麼 只是一個Transcript 然後這個鏡頭的方向告訴你 它的起頭是在這邊 然後結果也是在這邊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有個像波浪的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是 這個比較粗的這個線叫做Axone 然後這叫英雄 那Axone和英雄是怎麼樣的差別出來 就是說 雖然它DNA訊息從這邊 這個頭一直到這邊最後 可是 它在Transcribe變成Message RNA之後 實際上不會用到那麼多序列 它會把英雄的部分全部丟掉 所以它會把Axone的部分全部丟掉 然後之後再變破 那在變破片的時候 然後前面就有一段是不會變破片 那這個東西就要就是 這東西叫做UTR 所以有五況UTR跟深況UTR 如果有五況跟三況 大家只要貼下去生科系就知道 就是 反正大家上課題就可以查到 不過反正這邊就是 會有一些序列 那大概就是介紹一下 所以就是一個Transcript 它會有很多的部分 所以有五況UTR 然後Axone,intro Axone,intro 然後一直到 Axone,然後 三況UTR 所以大家已經有足夠知識了 好 那OK 那你想說 既然舉動高舌這麼好用 那為什麼我們還要自己用R去控制什麼 那這東西其實主要是在 要讓你的這個實驗操作 要盡量能重複啊 那如果你說 你今天這所有東西都是 就是喔我就貼到Google裡面 然後把就是 就是找到的東西把它抓起來 那這東西你可能在做第二遍的時候 你就不一定做出一模一樣的東西 所以 那這個其實在最近的研究裡面是 好像被重視的問題 因為 發現很多人的Study 別人都沒有辦法重現 所以 你要讓自己的這些分析來研究 就是 你讓別人都可以 在他自己的電腦上 自己的環境 再重新保持 那就是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把你的程式 就把你的操作全部變成自動化 就寫程式來控制 你所有操作 所以 大概就是這樣 那 所以今天要來講一下BioConductor 那 可能在座都已經用過R了嘛 那 BioConductor 它是一個 很像這個CRAM的套件的庫 那它是專門放一些工具是給BioInfo的人使用 所以上面會放就是 BioInfo所需要的 不論是資料或者是程式 那 它基本上它的發布 它的更新速度跟R的更新速度差不多 所以 像R前幾天更新3.3 所以 它最近也更新 那 你要怎麼樣安裝這個BioConductor 那 它已經把它做得很簡單 所以你只要下這行 Source這樣指定 你就可以把BioConductor 的這個套件庫把它裝起來 那套件庫裝起來的時候 裡面就是一個空的這樣 它只是 就是 它 你是裝一個這個服務程式 它可以知道 要去哪裡去把BioConductor 可以裝起來 那實際上你要裝這些套件的時候 你就要下這個 BioC Lite這個指令 那 這個指令就可以把 BioConductor 這個相關工具就把它抓起來 OK 那 如果你今天想要跟著操作的話 你就要下這幾條的指令 我再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那第一行 第一行就是把BioConductor 裝起來 那你講你有裝過 再下一次也不會怎麼樣 那第二行就是 有一些它基礎的套件 可以先裝 那第二步就是今天 因為今天主要是 在做一些annotation上面的分析 所以其實我們用到 就是人的annotation 然後還有人這個 人這個基因體的reference 那底下這個套件非常大 所以如果大家是現場要裝的話 建議就不要裝這殼 這個大概快1GB吧 因為有點大 那底下這邊是一些 就是R本身的套件把它裝一下 OK 好 那所以接下來就要開始講 就是怎麼樣用R去拿到 像我們剛剛在舉動報告上看到這些東西 所以 好 那它大概會有幾個 就是不同的這個sources 然後 它會把它對應成 不同這個R的 R的物件 可以來處理 主要會有這幾個 那第一個是這個 orgdb 然後txtb 然後bsgenome openationdb 那底下這個annotation hub 它算是一個那種服務 所以 你可以從這邊找到 例如說你做的不是人的 你常做一些像兔子 或什麼 那你可以就從這邊找到這些序頁 那不過我們今天例子 就大家最常用的可能是人 所以這邊就是人的這個相關的套件 那我們今天是用的是HG19的版本 就這個人的這個 人的這個 genome reference 是有一直在更新的 HG19是有點老的版本 現在 最新應該是HG38 那 不過 不過就 應該很多人還是用的是jome 好 那 那我們都會把這些套件 叫做annotation data的package 好 那今天 要介紹這個東西是為什麼 因為 假設你今天不管是用人 用老鼠或什麼 那他們其實都提供一個 就是 固定的方法去查詢 就是存在他們這些套件裡面的資料 那還有一個就是 他們會把就是 不同這個標準做好一些轉換 那 會有什麼例子呢 例如說 你要找這個群的protein 你想知道 他這個protein的 產物 那 這產物通常會有一個ID 所以你想知道 屬於這個群的protein的ID 好 那再來就是 你今天有個transcript 你今天有個transcript 然後 你要把這個transcript的DNA需要全部找出來 那或者是 今天群ID有非常多加的版本 所以 如果你今天要做不同群ID之間的轉換 那也可以 怎麼做 那或者是 你今天你要更新你的這個reference 那因為reference更新 它那個整個序列全部會變 所以 你上面的位置全部都要更新 那所以你需要一個工具幫你做這種 就是位置轉換的事 好 那他們把這些資料 全部存在database裡面 那實際上 它就是 你就是下載一些 SQL Live的DNA database file 好 因為 他答他就是 太多字啦 所以這邊 就是今天為一個頁圖 OK 這個圖就是我今天想要畫一個基因叫做gapdh 這是一堂課的這個套件,因為它就一行指引就可以畫圖了 所以你這邊就mod plot,然後放你想要畫圖的你想畫的這個基因 它就可以把這個畫出來,因為它就跟剛剛看到的圖很像 所以這個是exon,然後這個是intro,然後是箭頭代表方向 這個就是utr,所以這個是gapdh的transcript 它是在quamazon12上面 我們接下來會一直用這個gene當例子 是mabdk1,所以它是在quamazon12,它的exon跟intro的長相像 那我們今天就要有辦法自己寫程式,然後把這個exon位置啊 全部都可以自己寫程式把它走出來 所以從剛剛那個圖知道其實我們可以透過r 然後就可以知道每個gene的genomic location 然後還有你可以知道他們的use 剛剛這邊有的transcript ID,那這個是UCSC non-gene的ID 然後你可以知道它的結構 如果你自己下這個指令,你會發現它需要一個時間 因為它背後做了很多查詢,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會把它底下經過的這些查詢 我們全部介紹出來 然後順帶一提,剛剛那個圖是用gb畫出來的 那今天應該不要把它講到gb,所以我們就再看看吧 好,那第一個就要講這個orgdb 這個物件它主要是存一些以基因為單位的資訊 比如說這個基因它的名字叫什麼 然後它的singles是什麼 那它可能歷年來有很多singles 所以它有些別名啊什麼 那它完整的名稱 那所以它主要是存一些gene的這些資訊 那它非常適合用來做一些ID之間的轉換 那同時我們會用這個 就是接下來幾個物件的其實操作方法跟這邊都非常像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介紹一下就columns,然後keytypes,然後key,然後select這些指令 好,那OK,這個是人的orgdb 那如果你直接打出來看的話 這個地方這邊有非常多的字 你看這些字全部都是它mea data 那這東西有點重要,為什麼 因為它會跟你講說,例如說 它用的gene ontology是哪個版本 比如說它是用2016年3月的版本 然後它entrance gene的版本是什麼時候更新的 那這些東西就是你之後在做研究的時候其實都會有幫助 至少你知道你現在對的是哪個版本 OK,那要怎麼樣用這個orgdb呢 那你就直接library這個 然後這個名字太難打了,所以我們把它換成human 那第一個叫做介紹的是這個colum指令 那colum指令其實跟你平常下sequel那種語法很像 它就是把你這張表裡面有的所有欄位把它列出來 所以你一看到在human這張表裡面 它存了這麼多的資訊 那這個都是不同欄位 那可能有些人如果是自己在做研究員 可能就知道這欄位是什麼意思 不過可能你不知道的話呢 你就可以打這個help 然後它就可以告訴你 這個欄位實際上對應到的是什麼樣的資料庫 那存了是什麼樣的信息 那這邊的eg它代表意思就是entrance gene 所以它這個資料庫在處理的時候 它是用這個rcbientrance geneID來做標準 好,那在剛剛這些欄位裡面 有些東西只是會重複出現 那重複出現的時候問題就是 我們就沒辦法把鎖定 就是這張表裡面存了某一個record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這個特別的欄位 我們叫做keytype keytype這些欄位呢 它的承認值呢就是獨一無二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這個當 要怎麼講 這個用資料庫處理就是反正 你就可以把它當primary key 然後它就不會有什麼不同的 好,那你要怎麼樣知道一個 很想知道你的這個 人裡面有哪些這些keytypes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keytype這個function 好,那 好 沒dannel嗎?好 不過這例子也不好 因為人的剛好就是 它所有的column都是keytype 所以就沒列了 等一下會有別的例子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 你可以把某一個欄位的值 全部拿出來 用就是key這個function 所以 譬如說你想知道 人上面有多少個菌的信號 所以就可以用這個指令 你可以拿到 好 那 通常我們不會這樣查 我們通常會就是 例如說 MAPK是一個菌family 所以我想把這個菌 這個 所有叫MAPK的這些菌 全部找出來 那就可以 通常加一個patent 那 這個patent是可以放 這位表是10 所以你可以放一些 這位表的10 例如說 我就要兩位數 所以就把它列在這裡 好 那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 大概把這個 它有的這個key跟column 把它介紹過 所以我們接下來 就要開始去查 這張 這張表 那它實際上要怎麼查 那 例如說我今天想要查 這三個g 然後 這是它的g symbol 那我想要查到 例如說它的 ancient ID 然後還有它完整的 這個g的名稱 那我應該怎麼做 這時候你就可以用這個sertide的指令 那 sertide呢 它就會 就是幫你去查 這樣表 所以你可以查它就會告訴你說 第一個g symbol 然後這樣 然後它 ancient ID 然後它的經驗 那實際上它底下是怎麼樣做到的 那 實際上你可以這樣做 就是 如果你去打這個db file的話 你可以拿到它實際上這個sqlite的檔案 你握著檔案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下sqlite的指令 sqlite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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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 剛剛那個步驟基本上就等於 像這樣查一個sql指令 好 因為我不太決定大家背景是怎麼翻 如果你有在寫資料庫法 大家大概一定這樣 跟它一樣可以得到一樣的結果 所以基本上它這個 它前面這個sqlite其實是幫你下sql 其實是幫你下sql的語法 其實是幫你下sql的語法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例如說 我們今天要去查它這個repsic ID repsic ID 它除了有translate之外 它還有porting 所以通常一個g symbol 會對應到很多個repsic ID 也是在這種情況 它就會跟你回傳很多個字 等一下 這樣的格式對你來說 有時候會方便還是不方便 如果不方便的話 就是說 我可能 我要把這個 全部都是MAP MAP K1的這個 所有回傳的結果 都要變成一個repsic 就變成一個repsic 讓它還好操作 它像變成很多repsic 要即將的話 再把它顧不起 就比較麻煩 所以這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這時候 它就有提供另外一個function 叫做map ID 可以map ID 你就可以告訴它說 今天有很多個回傳值的時候 要怎麼處理 所以你這邊設一個list的話 它就會把一個以上的回傳值 包成一個vector 就是它最後回傳是個list 然後它會把這個回傳值把它包起來 就像這樣 所以你就會得到 就是你有個list 然後這list的名稱 就是用這個巨能名稱當這個表面 好 OK 它回傳結果就是個list 所以你就可以用你平常 操作rlist的方式 去把資料拿出來 所以你可以知道 mfdk1 就有這麼多repsic 那當然你可以做一些比較分析 例如說 因為它是list 所以它就可以用了apply 所以你就可以用了apply 然後再做一些了外出 例如說 剛有提到說 有些ID是給傳輸 有些ID是給propeed 所以你現在只要傳輸ID的話 就是nm開頭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個詞 它就會把nm開頭的ID把握出來 那我們接下來來講第二個物件叫做txtb 那txtb它主要是包含這個transcriptone的資訊 所以它就是把每一個transcript 像你剛剛genome browser看到 它不是有exon、intron這些位置 它還把這些位置的 這些資訊就存在txtb裡面 好 那txtxtb基本上它支援我們剛剛 就我們剛剛看過的所有functions 不過 因為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要表示一個 就是經濟體上的一段序列 就是說你想表示 括弧從1 然後1000到1200 像這樣的位置 所以你當然可以用這些方法去查詢 可是你叫回來要自己處理空母手上的資訊 而且空母手還有正反骨的分別 所以你要自己處理是可以 可是就麻煩 所以在biocontact裡面 它就有做好一些專門 為這種genomic location設計的這些方法 好 那 在人裡面的話 它用的是這個 uclc-non-gene 當作它的ID 所以 如果你去官網去查的話 你可以查到人的話 預設就對了 我們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拿這個來用 那一樣 你要使用annotation的話 一樣是先把library 先把import進來 把import進來 把import進來之後 名字太長的時候 都簡化一下 那 一樣你可以 這邊你可以看到keytypes 跟column的差別 所以keytypes這邊就是 它這些key是unique的 剩下這些都不是 那哪些不是呢 例如說 cds colmoson 因為colmoson 會有很多圈水在同的colmoson上 所以這個 你用這個就不能當你的paramide key 所以像這種地方都不行 像start end這些都不行 所以 這邊可以看到keytypes跟column的差異 那 跟前面重複的操作就不再講 雖然 這邊就在講 這個tsdb專門有的一些方法 那 例如說 第一個方法是transcript 但是transcript 它這個呢 它就會把 就是人所有的 這個 已知的這個 transcript 在一些 信用菌資料庫裡面 它就把它全部把它抓出來 所以 你就下個指令之後 你就直接把印出來 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 第一個就是這個 UC001AA.3 這個transcript 所以它是在 匡物層第一的 一萬多到一萬四千多的位置 所以它就把它從列出來 總共有多少個 總共有八萬兩千多個transcript 所以 立在這邊 那 這東西實際上怎麼使用 我們之後 就可以慢慢跟大家介紹 好 那 你除了可以把transcript 拿出來之外 你一樣可以用別的方法拿出來 例如說 你今天不想要 從transcript方法去看 你想要 用一個一個基因微單位去看 那 你一樣 你就改成用GIM這個方法 GIM這個方法 GIM這個方法就會 例如說 這個就是GIM來B1 然後它的位置 它就說 almost 19 這個位置到這個 把它列出來 所以 人身上總共有多少個GIM呢 總共有 兩萬三千個 兩萬三千個GIM 那 如果你今天想要看 是Exxon 或是CBS 這個方法 好 好 那我們今天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我們剛剛拿到這個 MAPK1 它的entranceID是5594 5597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會 小樣板把他們 用作 我們把MAPK1 和MAPK3的transcript 把它找出來 好 所以 它基本上就是透過旁邊這個ID 去把每個GIM的位置抓出來 所以你今天就給它5594 5595 你就可以知道 所以今天 MAPK1在Promosome 22 然後使用這邊 MAPK3是在Promosome 16 所以你就可以看 那一樣 如果你現在有連網 你可以用Genova 去確認一下它位置 是不是對的 等一下可以看到 它是 它Strand是負零 所以它是反骨 所以跟我們剛剛看一樣 OK 好 所以我剛剛那個就 就差不多先介紹這邊 那 接下來這邊的話 是 如果說我今天想看 比如說我想看 MAPK1 它說我的transcript 那我應該怎麼做 那我這邊就可以使用 這個結尾是BY的這種方式 所以第一個就有一個 transcript file 然後你是用什麼去分組 你是用GIM分組 所以它會把同一個GIM 然後不同的transcript 那 底下這邊 它是用Axon來分 所以 它會回傳所有的transcript 那每個transcript 底下會有不同的 就是它所有的Axon 好 那 底下還有很多分法 例如說 你想看UTR 或是看intro 那 我們就先跳過 我們等一下 我們先專門講一下 transcript跟Axon 這個操作 所以第一個是 Transcript BY Transcript BY 它回傳什麼 它回傳一個叫 G range list 那大家先對這裡有印象就好 那它回傳之後 它基本上就跟R的list很像 所以它這邊就有一個 就是1啊 10啊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你的entranceID 所以它這邊就告訴你說 entranceID是1的 這個GIN 它有兩個transcript 那entranceID是10的 它有一個transcript 它就會把它列在這邊 那旁邊這邊都有 transcript的名稱 ok ok 好 那一樣 我們要把 這是MPK1 所以我們要把MPK1 這個transcript 把它寫出來 所以這邊就 會告訴你 有三個transcript 所以我們要就是這三個 因為它如果 你可以自己回去看照片 它通常就是這三個 只剩下一定不錯 ok 好 那 ok 好 好 那剛剛我是不是有直接跟你講說 這個ID是entranceID 那為什麼我知道呢 是因為 是因為它其實就把這個直訊存在 它的meta data裡面 所以有時候你不知道 它今天這邊使用的ID 是什麼 你就可以把它這個 tsd 直接把它印出來 印出來它就會告訴你說 它 它什麼樣的column 使用什麼樣的dia base 然後用什麼樣的ID 所以 這邊的話就是我們查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 所以它這邊都是使用entranceID 來做 那個分類 好 那 這個exon-by 是什麼樣的概念 exon-by的概念呢 是 它就是用這個transcript來分別 所以這邊就是第一個transcript 第二個transcript 它就告訴你這個transcript 底下有多少個exon ok 那 在這個 在這些genome reference裡面 UTR也會把它當成exon的一種 因為UTR的資訊是外表的 所以 指用回傳的 它算是寫exon的 它生物上的意義不一定是exon 所以你要再檢查一下 所以這邊是 所以這邊有三個exon 等一下它就告訴你 這個exon的認可 你可以把它序列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 這樣 所以就可以 其實我們到這邊已經 幾乎已經可以把這個 菌溶寶蛇上面 有關這個gene的這些資訊 菌溶把它畫出來 只是我們現在不知道 怎麼把這些紙拿出來 所以等一下我們這邊開始講 OK 好 OK 因為它回傳是 這個transit ID 所以我們就送一個 NPK1的transit ID給它 然後我就會告訴你 它有九個exon 等一下大家就回去對那個圖看看 好 OK 可以對一看 所以我們剛剛傳是第一個 所以就有九個 第一個 1個 2 3 4 5 6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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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9 10 9 9 然後它舉動不成熟 所以在我們這個地區我們都HG19 那這邊就從 chromosome 1 然後一直到 就到 XY 然後 M 然後底下這邊就是一些 就還不知道怎麼樣平衛去的地方 所以這邊會有一些別的 所以總共有93個 那為什麼要把這行字上色起來 是因為如果你今天拿到像這樣的一個資訊 那你想知道說 我怎麼樣可以把這個 它的長度把它拿出來 那很簡單 就看它的這個欄位的名稱是什麼 那基本上它的欄位名稱就是它的 function 你就可以用它的這個欄位名稱 把這行的值拿出來 所以比如說 你今天想知道 sequence name 把數個拿出來 93個都拿出來 那很簡單你就用 sequence name 拿出來 你想知道長度就是長度 是不是這個 circular 那剛剛他有說一個是circular 然後如果你自己有在做這些bioinfo的分析的話 那你應該會常常發現 就是你要做一些IT之間轉換 所以最主要會有兩個不同的 style 第一個就是所有qualsum前面都會加CHR 然後一個就是沒有 那你要怎麼樣轉換這兩種不同的格式 那這邊就有告訴你 就透過這個 sequence level style這個方法 那預設是用 UCSC UCSC它前面會加CHR 那如果你今天你要換成別的方式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NCDM OK 好 這是一些 function 好 那我們到這邊差不多把tsdb講完了 所以tsdb它除了提供這個orgdb的function之外 它有提供額外一些是跟這個 跟這個位置啊 座標之間有關的方式 就是像transcript啊gm 那如果你建議你想要 例如說你想要把一個gm的所有tran3 拿出來 或是一個tran3的所有exon拿出來 就可以用tran3BIOS exon 這個方式 那如果你想了解它這個qualsum的資訊 就可以用C 好 那我們差不多把最主要都講完了 那機台跟這個叫organismdb 那這東西是幹嘛呢 因為這是我們剛才已經學過的兩個 那其實我們這兩個其實中間會常常需要一起使用 就例如說你今天想要用gm symbol找到它的agentsID 然後就用它的agentsID去找tsdb 也要去查它的這個transcript form 如果你每次都要寫程式去做麻煩網對不對 所以呢organismdb就把這個東西合起來 所以它基本上它內容就把前面這兩個內容包起來 所以對於人來說呢 人就有一個這個叫做homo sapient這個object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homo sapient把library起來 那我們就可以投入它 所以你今天打human之後它就告訴你 它今天include的orgdb是哪一個 然後它用的tdb是哪一個 因為這個隨著bioconduct的更新啊 這個可能都會壞 譬如說我覺得h19可能快就要壞了 所以可能譬如說過幾個月之後呢 就會變成h38 因為它底下這邊它有告訴你 說我今天orgdb用的ginid是agentsID 然後tsdb的ginid是ginid 這樣 這樣 它就告訴你它一些對應 這樣 OK那 這些資訊還蠻重要的 好那實際上怎麼用呢 實際上今天如果有把兩個資訊都合在一起的話呢 譬如說你想踩mptk1 它所有的transport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用這舌鑽直接避免就可以了 所以你就是透過simble 然後直接轉到tsdb 那為什麼你可以這樣做 是因為你今天把剛我們介紹過的這個tsdb跟rgdb 都把它包在一起 所以兩個欄位資訊都可以查 這就蠻方便的 所以其實之後你最常用的就是這個homo sapient 除非你自己比如說 你有自己做tsdb啊 或是你在用一個比較舊版的之類 就沒辦法用這個 才會想辦法 用之前介紹的方法 好然後 既然它有這個orggdb的功能 它一樣會有tsdb的功能 所以一樣可以用transport 那這邊還有更多好處 就是 因為你今天 就已經把兩個資訊都合在一起了 所以你今天可以直接拿到gdb 所以它這邊最會告訴你 它的transport IP 也可以知道這是哪一個g 就是bdb 不過我們還是沒講這個資訊要怎麼拿 大家不用太緊張 等一下會講 OK 好 所以接下來就要開始講 好然後 這一段是我覺得 就是今天講起來最難的 如果大家剛剛覺得不夠難的話 就這邊真的很難 好 那 可是這邊非常重要 因為這邊 嗯 接下來就要開始講說 比如說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gdb g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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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它的資料結構是什麼 它們是在操作這個 等設體一些 這些 坐標啊 這些 這是非常基本的套件 你在r裡面 你用的基本上所有tagged 可能都是從這上面建構上面 OK 那 要先講一下它的坐標系統 因為它坐標系統是one base 基本上quamazon應該都one base 所以第一個 這個quamazon的第一個位置 它的quamazon 它的坐標是1 然後再來 你在選取它的時候是 它那個 你設的這個slice是close的 它意思就是說 你的開頭跟結尾的坐標都會包含在 就是你說你要選1到3 那就是第一個 第二個第三個都會被選到 然後開頭結尾都會被選到 OK 那這個leftmost的意思是 假設你今天有這個正反骨的話 它在算這個坐標都是從最左邊改算的 就不管是正管 不會說反骨 就從旁邊來給什麼 沒有 就全部都是從最左邊開始算它的這個坐標 好 反正這應該是大家都一樣 所以還好 好 那它的功能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今天一定沒辦法講 所以 嗯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很多張圖之類 反正就讓大家了解一下概念 那實際上這些功能要怎麼用呢 大家就可以再讀一下操作 OK 我們第一個先來看這個 GENG這個 GENG這個 GENG這個物件 這物件包含哪幾個部分呢 一個就是包含它這個 坐標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是這個 META BETA 你看它這邊用一個 格線格來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實際上 GENG就在左半邊的內容 這左半邊基本上就是 坐標 就是空空手碼 開頭結尾 然後哪個String 那另外這邊 它是一個叫做DataFriend的這個物件 那這個物件跟那個 內建DataB一模一樣 那 它使用上起來是一模一樣 這樣 那 它這邊經常就是一個 就是 也是不同Column 然後你可以存不同值 這樣 它這邊告訴你 你存的值現在是哪一個 那它的這個選法是一模一樣 所以 你經常總共拿到這個 這個META BETA的部分 你就用這個 M-COLS這個指令 所以你用M-COLS這個指令 你就可以把 這部分的資料拿出來 那你拿出來之後 它操作方法就會給它推 因為它底下的資料 是SecretInfo 這我剛剛講過 所以現在就剩 GENG這邊還沒講 那GENG其實操作跟 剛剛介紹的 SecretInfo方法是很像的 就譬如說你今天想要拿到 SecretStand 你要怎麼拿 它基本上它的名稱就是它的方式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拿出來 那 所以Range的話你就直接下Range Range的話它有分Sort跟End 所以你就可以 就是Sort就可以拿到開頭這幾個部分 然後End就會拿到開頭這幾個部分 然後End就會拿到開頭這幾個部分 或者是拿到開頭的結尾 那這個是GENG 那GENG LIST是什麼 GENG LIST其實就是一個LIST 然後把剛剛那個東西包在一起 所以它除了 它其實所有操作都跟剛剛GENG一模一樣 只是說它多了一些 譬如說 譬如說你要選第二個 選第二個 選第二個就跟LIST的選法 是一樣 譬如說你就選第二個 所以你就用兩個中瓜 或者是這個LIST有名稱的話 你就可以用名稱去選到 你要的GENG 那它底下還有支援一些媒操作 所以以下這邊就有什麼去 那這些就大家再看就好 OK 那GENG它支援什麼樣的這個操作 它支援基本上有幾種這個操作 第一個就是針對 因為GENG大家可以看到 它裡面存了很多很多段位置 所以它第一種 這個第一大類操作方法就是 針對這個每個RANGE 可是是各自鼓勵 所以譬如說你可以移動它的位置 或是你看它變短 或是你可以找POMOTOR 所以就可以找上下流 反正就是各自做一些長度 或是位置移動的調整 還是第一大種 那第二大種是叫做 INTER RANGE 這個的話就是它會各自做一些 所以你不同的RANGE會各自做一些處理 例如說像RANGE的話就是找最大範圍 找最大範圍 或是REDUCE的話會找一些 就是然後它會把所有東西合在一起 然後GAB就是找一些間隔的部分 那等一下會有一個圖示 那再來還有一種是叫做 BETWEEN RANGE的方法 BETWEEN RANGE的方法就是指 它是針對兩種這個RANGE object去操作 所以例如說你可以找到 你可以找他們的 OVERLAP 或者是你可以找他們兩個的 就是一個SEC 或者什麼的 反正你可以做些 這個跨兩個RANGE的操作 它基本上有幾家RAN 如果你想比較了解 這美大RAN有什麼樣的方法的話 你可以下這個票盒子 就可以查 那它的操作方法實在太多了 所以這邊有個簡單圖示可以讓大家看 因為它紅色的部分就是代表 做完操作之後 它回傳結果的RANGE 所以這是它原始的這個GRANGE長相 所以像RANGE這個FUNCTION 它就會把這個從外表拿起來 所以它會回傳從這邊到這邊 然後第二個會從回傳這邊到這邊 那REDUCE是一個 就是它是inter-region 操作 所以它會把兩個就是全部都在一起 那底下還有一些不同的操作 你像FLANGE的就是會往前走 這邊大家介紹一些方法 這樣 不過對我們今天拿這個annotation來說 最重要就是要把同面這個兩旁拿出來 所以拿這兩旁要怎麼做 很簡單嘛 就拿這個BETA DATA 所以就M-COS 然後它就會回傳這個DFAN 那有這個DFAN 其實大家在RANGE裡面操作很常見 所以就你用個這個前號 就可以把原始拿出來 好 好 那接下來這邊 就稍微介紹一下說 假如說你今天要自己 從頭打造一個G-MG要怎麼做 那G-MG它需要什麼樣的支持 你要給它什麼方面 你要告訴它 你今天是在買個空母桶上面 所以你就隨便定拿去空母桶 然後你今天你的開頭跟結尾 開頭跟結尾 開頭跟結尾是一個叫I-RANGE的名字 我們沒有講 所以你就當它就是I-RANGE 所以你就放個I-RANGE 然後你告訴它是哪個G-RANGE 底下這邊你可以放些M-A-DATA 所以做完之後它就會回傳 像這樣的G-MG的資料結構 那底下這邊還有另外一個 那要怎麼做一個G-MG-LIST 其實就跟你下個LIST的方法一樣 你把它對應到不同的G-MG-MG 然後把它對應到不同的G-MG-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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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今天講的這個 做一個這個object 它這個就很簡單 跟前面不太一樣 它基本上就是把這個Sequence 的資料存在裡面 它就把我們人的所有 反正題的Sequence存在裡面 好 所以一樣你可以看到它的M-A-DATA 它的這個寫法方式是H-NOT-SAPIENCE 這是它的這個縮寫的方式 那一樣你可以拿它的C-M-A-DATA 然後比較重要就是 你就可以拿到實際上Sequence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就拿這個C-M-A 跟C-M-A-DATA 不過如果一般來說 你拿整條C-M-A-DATA 開頭結果會不會是M-A-DATA 所以可能不是很有趣 我蠻稀 你在拿這個G-Sequence 這個function的時候 它後面是可以吃這個G-RANGE 所以你可以把 例如說 5594是M-A-DATA M-A-DATA M-A-DATA 所以就把M-A-DATA M-A-DATA 把它拿出來 你這樣傳給它的時候 它有三個Transcript 它就把這三個Transcript 這範圍的Sequence 就會拿出來 那底下可以把它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稍微來同學一下 今天就是大家有介紹過這麼多 這個Object 它們都分別處理一些不同的操作 那有些是比較highlighter 有些是比較底層的東西 先把它就列在這邊 好 那今天有些東西我們也提到 所以呢 有一些像 annotation hub 有什麼用嗎 或者是 biomot 可能很多人用 那或者是 就genome RAM 底下的實作 就剛剛如果大家有看到什麼RLE 這是什麼 Running Lens 這個 Incoding 所以這個我可以講 那它還有 這個不同 它們之前的轉換間 就來不及講到 所以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 可以討論看看 接下來要講什麼 比較有趣 OK 好 那 這有非常多reference 所以就列在這邊 大家有空就可以看 好 那 哦 這邊大家有什麼 問題 我想要知道就是 基因進去 最困難 就遇到最困難問題 那是什麼 嗯 您說哪個部分的 困難 是 你是說實驗還是分析上 分析上 分析上面其實現在還是少很多證據吧 因為 大部分其實 我們其實還需要更多證據才可以 才可以對 每個這個sequence做解釋 現在的話 現在 你應該可以蠻容易就拿到 你的hold genome sequence 那 可是這上面 要怎麼解釋 例如說 現在很多房間會標榜什麼 就是一些 檢測啊什麼 告訴你說 你遺傳疾病這些潛在的風險什麼 那其實 其實這邊的研究其實還不夠 所以我們其實沒辦法做這樣的連擊 對 所以其實現在分析問題應該是這樣 就 在這部分要怎麼樣讓它 進步的話 就 嗯 你只要更多 sample 其實你就有辦法 你只要樣本夠大 你就可以做一些推斷 那 那 這部分的話 其實這 進來來很多 就不同國家都有 發一些他們自己的這個 呃 例如說台灣biobank 或什麼 像這樣的一些計畫 那這可以幫助 我們更了解 實際上 我們這個 quommerce上面到底存什麼樣的資訊 可是現在的話 嗯 現在還差一點點 對 我覺得這是目前比較大的困難 還有什麼問題嗎 好 那 OK 那現在這個是一個小 topic 因為 我怕我今天講太簡單 所以 我挑一個就是 就是更難的 好 那 那 如果 如果你今天有在 就是做這個 你要查兩個 不同genome region 之間的交集的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寫過這張演算法 等一下 這個演算法其實 不是很好寫 所以 你應該想說這簡單的辦法 就是檢查每 就是假如說 我一邊有兩個region 然後一邊有四個 我就 就隨便 就隨便挑一組配合出來 一個一個檢查 可是這個就沒有效率 所以 在這個配合裡面 它有提供一個叫fine overlap 這個方式 那這個方式 它就提供一個 比較有效率的這個演算法 然後 它就可以支援一些操作 那 直接看例子比較快 所以 這就是剛剛定義的那兩個g range 所以 定義好之後 你就可以查 那第一個是它的cure 第二個是它的subject 那這什麼意思呢 它直接回傳 三一四一跟四二 這什麼意思 這只是在數 指說 第三個 cure第三個range 它跟這個subject 第一個range 是有重疊的 所以你看到二一到二十五 這邊是十九到三八 所以就有重疊 對不對 那第四個跟第一個也有重疊 因為三一到三五 所以有重疊 對不對 那四到二的話 就是 四嘛 更二 這都有重疊 所以 它就是做一樣 這個overlag的算法 這個例子看起來也比較簡單 所以 這很容易算 假如說 你在自己在操作的時候 你可能 這邊都是好幾萬個以上 所以 這個演算法有沒有效率 就差比蠻大的 那 可惜呢 就是這個 這個g range裡面提供的 這個fine overlap 還不是最有效 所以呢 這個datatable 如果大家有用過 它是一個 這個datafriend 就是比較有效率的程度 然後它基本上 相容datafriend 可是它自己又做一些 就是 就很炫的一些功能 就是你可以把這個 這個 寫一個簡單的 少塞寫一個寫到別人 看不懂 你可以用datafriend 它就提供非常多 fancy的作法 那它其中提供的方法 叫做f-overlap 它基本上這個功能 跟剛剛的fine overlap 就是一樣 它可以取代它 那這個 這方法非常有效 那如果大家想知道 為什麼很有效率的話 這個連結是 原作者 他寫的這個slide 給大家看 那我們就把前面的方法 前面舉的這個例子 用dataf table 再重新做一次 那其實還蠻簡單的 就是我本來想說 非常非常簡單 你就把它轉到dataf table dataf table 他在做f-overlap的時候 你需要把column做index 所以index完之後 一樣 就是做一樣的指定 然後 然後 以下這邊是一些參數 用這些參數之後 回傳結果 那就跟剛剛一樣 那這個方法還蠻快的 那 在這個簡單的例子 大概是快一倍 那在比較複雜的例子 可以快到十倍以上 所以 如果大家有在做這種分析的話 這還蠻 還蠻實用 好 那 OK 反正這就是我 那我現在 我現在把它出國唸出了 所以大家如果想 問些什麼出國唸出的東西 可以跟我講 那就這樣 好 今天到這邊 謝謝大家